因为长得太过好看 富山公子从小就被家里的女佣轮番开起了那种体验 为了融入群体而拼命逃跑 他的一生充满了旁人无法想象的耻辱 这样的人能从什么样的地方得到救赎 昭和四年的夏天 在高等大学学习绘画的大秦业葬 因为参加革命行动 被父亲断捉了生活费 在朋友库木正雄的提议下 两人串通演戏 一波同行骗去革命团圆的捐款 本以为事情顺风顺水 他们却被警察盯上 轻急之下从厕所跳窗分头逃跑 意识到警官在跟踪自己 燕葬逃进了巷子里的一家酒馆 当时陪酒女真有美被客人不断上下吸收 看见进门的业葬 便谎称业葬是自己的弟弟借机躲开 拉着业葬坐到角落 警官退门进来了 察觉业葬好像很害怕 真有美迅速把她压进自己的裙摆 以镇定的应答把警官给糊弄过去 离开路上 两人卫装成情侣掩人耳目 结果倒霉到爆被警官撞见 情急之下 真有美为业葬拦下警官 业葬像老鼠一样狼狈的跑了 慈儒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 小时候她因为长得好看 懵懵懂懂的被女佣们轮流当成玩物 她不明白女人 想不通真有美为什么不惜一切救她 则返回去找了真有美 趋于激情 与她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真有美有一个被判处了死刑的丈夫 觉得这些陪酒的日子没有盼头 她好心劝业葬认真去搞革命行动 即便业葬说自己搞革命 纯粹觉得那样有艺术家的气息 她都觉得业葬只是在装坏蛋 女人 业葬的一生总是无法过得随心所欲 小时候父亲让她和哥哥姐姐们 选出想要的礼物 她学了书 可当父亲说在外面见到 很适合小孩子玩的狮子头套 她立即就慌了 听到父亲和上记事本的声音特别大 她整晚都辗转难眠 觉得自己可能惹恼的父亲 大半夜她到记事本上写了五狮子 结果是 父亲很满意的给她买下的狮子头套 清醒的每一刻 她总在讨好别人 为难的微笑着 她告诉真有美 我这充满耻辱 真有美回说 自己也一样 疲れた 两人面向对方 心里同时燃起了一样的念头 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绝望的两人乘搭列车来到不远处的年仓 他们吞下了大量的药 平静的站在悬崖边 真有美让业障推她一把 表示药室有来生 希望能活得像个人样 顺从真有美 业障将她推了下去 听着凄厉的海风 业障自知无法回头 最后跟着跳了 隔天清晨 渔民在岸边发现了她 睁开眼睛 她被救活躺在了病床上 真有美则躺在水里 死去了 小时候拍全家服时 业障总是笑得最灿烂 而这种努力讨好他人的行为背后 是他对他人满满的恐惧 为了不被他人所伤 他隐藏真实的自己 努力扮演小丑 把人逗笑 勉强绑住了与人类的联系 可学生时期 有个同学 朱一竟看穿了他的伪装 一次都没有为他而笑 懊恼的时候 他发现朱一是个没有朋友 人缘很烂的人 于是 他把朱一带回家中避雨 信心给朱一处理 敬了水的耳朵 本意想让朱一 不要拆穿他这个朋友 可被对方看得更透彻了 说他的真面目是个怪物 怪物 业障从未得到过这样的评价 想要否认 抬头却看见自己 真成了黑不留球的怪物 这下真的无法反驳了呢 画面一转 业障被管家告知 朱有美的死讯 得知只有自己毒活 他痛苦的流下泪水 性情暗影发了很大的轰动 为了摆平事件 业障父亲让管家 花钱打发了朱有美家人 而大众认为 朱有美可能是被业障杀害 并未造成殉情 杂志社老总便让记者 志金子到医院采访业障 但现在已是下班时间 不顾老总的辱骂 志金子拒绝加班回了家 作为寡妇 他仍受着寂寞 尽心尽力照顾女儿 帽子 无可奈何下 老总派了其他人去 损友 库木收钱让业障接受采访 随后又让业障给他钱 好让他帮忙料理生活 业障厌倦了 库木贪财的嘴脸 转头跟着管家离开了 父亲为了不让业障 继续丢他的脸 让管家给业障退学 把业障安置在隐蔽的阁楼 吩咐仆人在外看守 极度压抑的环境 使业障游离在崩溃边缘 忍不住画起了怪物 画自己 然而 想起真由美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 转世后要活得像个人样 他不想认自己作为怪物 活在人类的世界里 决定先逃出这个 令人无法透气的地方 费尽力气逃离的宅子 他唯一的依靠 却只有那不靠谱的朋友 库木 此时 至今子正向库木索要原告 看见面如死灰的业障 被库木一顿奚落 出于善心 收留了走投无路的业障 时间来到昭和七年的冬天 业障与至今子母女生活的第三年 他扮演好了家庭主妇这个身份 虽然至今都放不下害死真有美的罪孽 至今子依旧温柔的接纳了他 三年来 帽子称呼他为爸爸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看起来的确比以前活得像个人样 当业障想就这么继续过下去时 对面家晃动的狮子灯笼 把他带进了一段回忆 父亲鄙视他画画的兴趣 鄙视艺术没法挣钱 说一个人要是连自己都没法养活 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 为了拥有做人的资格 业障决定拿起画笔 要说能力 他画得可比库木强多了 在至今子的推荐下 老手同意给业障在杂志刊登连载漫画 这是业障第一次用自己的话赚了钱 至今子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而他的心理状态有了改善 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被怪物影响了 直到有一天 库木找了上门 看见安逸于现状的他 嘴见吐槽说 又在玩女人啊 这样下去 世间可不会放过你哦 库木说 有记者想要采访业障 要是被发现有着杀人嫌疑的业障 又和其他女人同居 到底会写出怎样的新闻呢 业障听懂了他的意思 内心很气 却还是给了他一笔疯口费 可世间又是什么 业障在一顿迷惘后安慰自己 世间并不重要 自己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在意的 结果隔天拿稿费时 老总趁机告诉他 如果想赚更多钱 可以画出三年前与真有美自杀的真相 毕竟世间的人直到现在 都超想知道内魔哦 内心敏感纤细的业障顿悟 原来有些事根本无法随着时间淡忘 再怎么想当普通人 世人也只把他看作怪物 为了逃避现实 他开始到酒馆买醉 和老板娘发生关系 堕落到自己都嫌弃自己 精神满身酒味到对面的杂货店买烟 他给女孩留下了印象 回到家帽子热情的上门迎接 却不小心问出了一个 刺痛业障心灵的问题 不知何时开始 附近的邻里门已经流传起了流言蜚语 人言可畏 这就是所谓的世间 心里防线被击溃的业障 再也压不住那只怪物 只能又一次用酒精麻醉自己 第二天回家 既被窟木告知父亲病重 他哥哥让他马上回去一趟 回去 在成为令父亲振兴的画家前 他是不会回去的 拿出信封里的钱 他拉窟木外出喝酒 两人穿梭于花街柳巷 放纵自我 然而 短暂的温暖根本治愈不了什么 无力的弹倒在雪地上 他被堕落后的心形反复折磨 静子 父亲 然后 各位 我都弱了 我都弱了 对不起 我都生了 对不起 哭得稀里哗啦 一张漂亮的脸孔接近了他 是今早杂货店的女孩 面对这个陌生人 她说出了自己四年前害死真有美的事 当时把真有美推下悬崖后 她在自己跳下去之前呕吐了 才导致药没有产生效果 死不去 还被世间的人们认定她杀了真有美 想不到 女孩觉得她在别故事 还反驳说 世间不就只是一个个思想的凝结体吗 有人会认定业障是凶手 也有人像她一样不信业障 真的杀了人 话虽如此 不想今后给至今子母女 制造更多的不信 业障选择了不告而别 最后被酒馆老板娘收留 她搞不懂女人 为什么都对她那么温柔 得到回复 因为世间都对女人太过残酷吧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昭和时一年的冬天 多年未见的枯木剃了头发 灯门造访 此时 业障有了自己的房子 欲杂祸地的那位女孩 梁子结婚 多亏梁子 她摆脱了过去的纠结 总算活得像个人样 她说 梁子是个信赖的天才 不追问她的过去 纯粹的信任着她 令她觉得 所谓的世间 也没什么可怕的 又 又喝了吗 你又是女孩吗 我抱歉了 我突然间这样的事 酒 离开了 如果你给了婚姻 我 救我 救我 请 清纯的梁子 成为了救赎业障的圣母玛丽亚 为了给梁子一个完整的家 业障下定全心 努力挣钱 为此背着她画起那段殉情故事 把自己与女人们的过去 天眼加醋 画成下流漫画 变身小丑 赚取了巨额酬劳 平日里 她和梁子夫妻恩爱 有了钱 也开始画些自己想画的东西 这或许就是幸福吧 与库木分享着日常 梁子进来抱贝说编辑来了 然而今天不是节稿日 业障顾着喝酒 便让梁子不用理会 编辑等得不耐烦 就会自信离开 无奈之下 梁子一个人下了楼 楼上 库木说出今日的来意 几天前 她碰见了业障家的管家 偶然得知业障的父亲 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尽管心里很悲伤 叶障却大笑着说 忍心着玩意 自己已经舍弃了 大口大口将酒往自己嘴里灌 她安慰自己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需要有梁子在 一切一定就能好起来 看她痛苦的边说边吐 库木下楼给她拿水 意外撞见了惊人的一幕 梁子一山不整的 被一个男人压在身下 她被玷污了 跟下来的业障目睹了 这个惨状 意想不到 看着梁子的泪水 她的第一反应 不是打死那个畜生 而是懦弱的逃回房间 留下了最为受伤的梁子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库木却齐身准备今晚残军去 曾经烂到要死的损友 竟然有了认认真真想做的事 叶章又一次被抛下了 无法接受这段不堪 她故作淡定的说 难怪我的漫画能卖得出去 试图把妻子被玷污的事 理解成妻子为了让她有工作 而向编辑现身 尽管明知道 这只是荒唐的猜测 可一旦有了疑心 她就没办法像从前那样 面对梁子了 深夜 梁子默默其身离开了房间 业障警觉的追到厨房 发现了正在服药自身的她 差点又要把一个女人害死了 跪在地上 她抓起散落的药片一口吞下 像她这种人 死了算了 可再次睁开眼睛 她已被梁子送到医院 在席位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管家害怕业障要是真的死了 自己就拿不到她的生活费 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嘴里不断骂她是个自私的人渣 却被酒馆老板娘给反驳了 他们所认识的业障 是个诚实又乖巧 即便喝了酒 也是个像天使一般的好孩子 只可惜这番话 业障并没有听到 绿绿与旧熟失之交臂的她 逃出遗愿 在雪地上咳出了血 独自走在茫茫的大雪之中 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那只怪物 故事结束 这一生都 新生都不在 新生都都 aldкра 后两生都电柱